以下新闻提醒民众求职要小心 在新北市呢 在北市有两名男子 透过了网路人力银行要找工作 发现面谈的经理没有出现 所以就打电话来联系 不过却被要求说 把电话转交给服务生 电话那一端就恐吓说 不给跑路费就要开枪 服务生吓得报警 当场两名求职的人就变成了车手 当场被逮个正招 画面中两名男子一前一后走进KTV 前面那名男子还不时往后看 就怕他跟不上 走到大厅等待 发现面试者没来 回拨电话给自称经理的男子 不料经理要求手机转交给服务生 却反恐吓不给八万元跑路费 他们就会开枪 吓得服务生随即报警 叶者就感觉到他们的对话 就是有点习惯 然后后来那个两个先议人 就是把那电话转给 他自称的一个良心的经理的以后 然后变成说他跟叶者也要求 要一个跑路费 等到远景到场 两名应征男还傻傻的站在柜台 被逮回警局后 才发现自己变成歹徒 警方提醒民众求职时 要小心以免成了冤大头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个资 给那个不认识的人 另外也不要把自己私人的账号 另外也不认识的人 两名男子已经触犯刑罚恐吓取材罪 除非有具体的证明才可能获判无罪